第14題,0到9秒內它的平均速率為多少,每秒多少公尺 那我們曉得,要算平均速率是要所謂的路徑長路程處理時間 路徑長路程是要把所有走過的距離都算進去 而不需要管方向 那我們看到呢,從0秒鐘呢,到了5秒鐘 它一直往前走,從0走到6,所以這段時間它走了6公尺 接著它回頭呢,從6公尺走回了4公尺,所以它走了2公尺 接著從4公尺又走到了6公尺,所以它又走了2公尺 再從6公尺走回,又走了2公尺 所以它總共走了6加2加2加2,總共走了12公尺 12公尺花9秒鐘,所以除以9,就會變成呢,1.33多 所以呢,第十字題問我們說它的平均速率為每秒多少公尺 我們答案呢,選的是C1.33